我现在在的位置是福州市的阳中社区 这里是窗户社区的一条巷 独山巷 独山巷旁边 这里有个阳中老店 专门炒米菜的 那一个人怎么吃米菜 吃不了 所以今天搞点特别的 继续看一下老板有没有炒面 帮我单独炒一碗面 要福州味的炒面 想当年一个人上饭馆吃饭 没有那些什么沙线啊快餐店啊 那个极少的年代 都是吃这种街边小店 下馆子 所谓的下馆子下馆子 就是指这些小店 来这些小店吃那个炒面 或者炒米粉 或者煮面 或者煮米粉 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小区啊 楼下就是一个大市场 而且这边都是拆迁安置的老运湖 非常多里面小店各种特色小吃都非常多 这条街里面 而且都是老福州的老台江 哇塞 嗨老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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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一流》 看这个小店的地板,桌椅,还有楼梯,扶手,网块,摆设,有没有包姜 包姜说明很老,是真正的老福州 这么快的草面来了,正宗的福州草面 他在福州,为什么要来? 要来这种店,是那个正宗的福州草面 他这有加酒的,是我们这边很堵的酒,炒菜院的酒 这种鲜鱼,鲜鱼,鲜鱼煎这么多 哇,好香 哇,太鲜鱼都被我吃完了,鲜鱼,瘦肉,香菇,木耳,三斤白,洋葱 虽然说是看这个样子,不像一个精品草面,但是味道非常好 它的面叫碱面,在我们福州也是这样叫的,但是它这个面不是鲜的碱面,是那种晒干黄,然后捞滚 相较于市场上买的那种油面,没那么圆,它这个有点像四方形状 今天外面天气非常非常非常热 手机上显示24度,出来最早28,29度 早上我中午还穿了鱿鱼,哇,太热了,非常的出汗 北厘面像简直说基督鱼 这就比较好辣,但是尖了那么,也是很在相辣由 古州炒面要放的,必方的两样調料,这这个是老旧,因为海味 因为海味的,海味表皮啊,越来越慢 我们肯定其实有词而且把它们对 Govern savory 如果是鲜的干脆出来 鲜的甜面 它炒完不会断 有辣很长 我们之前吃过 交通路的那个 把红炒面 很熟炒面 它那个橙色的盐 跟那个味道 都还挺 它只是它料头一样的比较好 好看 不好吃 不适合 我们本地的味道 吃一个小鲜 吃一个要煮了 要煮了 要煮了 下次过来 那个吃那个 那是你那个 好 好 嗯 本地的炸货糖 一碗米花一碗炸货糖就够了 煮了 你 下个视频拍这个 老板突然提起来 好 哇 这是我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对他比较忙意的好处就是 清炭一下的好处 太多的清炭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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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吃完了 喝两口汤 这个汤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汤 它煮里面的好多道菜都要用到这个里面的清汤 它这里面就是那个摇杆摇出来的 好的本期吃福州炒面的视频 就是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订阅 点亮小铃铛 感谢你们的收看 OK 杨中老店吃完出来喽 他这老店有点 就是那种 家庭式的 看他我在里面吃饭的时候 他坐我旁边吃嘛 然后有个服务员 他那个 可能有点 有点 障碍吧 有点语言表达商的障碍 讲话很大声 但是 不好意思 刚才沿着这边走过来 这一个角落 七八间 那个七牌店 全部凑在一起 说明 老人家的活动 它是有局限性的 七八家 那个七牌室 全部都在一起 然后我刚才去那个小店吃饭 也是都是 本地的 叔叔阿姨 在里面聊 聊麻将的事情 所以这个杨中路这一带 房价很高啊 他这里的 房价比较高 然后可能就是退休的 那个啥 是不是收入比较稳定 所以生活比较悠闲 我刚才出来忘了说了 刚才那碗面你们猜多少钱 福州人进去讲福州话 点了一碗本地的面 15块钱 沿着这条路走啊走啊就走到这里 这个叫三仙孤亭 福州道叫 南长平山正海楼管理委员会 福州除了那个非常有名的平山公园的 平山正海楼 还有个南长正海楼 在台江 平山正海楼 在那个二皇路边上 以前国面厂旁边 存心正直 不败何妨 明白吗 这个说的有道理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存心正直 不败何妨 不败包含好多成含义 不败就是不上乡 不坚垮 不跪拜 只要你心正 能正直 就OK 比如像我这样子 谢谢大家